好的,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 training,我的名叫Simon,我是这边的Energic,唯一一个one of the distributors,不是唯一,是one of the distributors. 今天我们上的这个课,我们就讲英文,我们讲是MGuard Intensive Training,为什么MGuard如此的独特? 为什么这个科技,Energic,一个49年的日本公司,打算把这个technology expose去整个世界的Energic World? 我们Energic World,我们花园水机的团队,Globally,整个世界里面,你们知道我们有几多个Member吗? 大概,整个世界,大概大概,几千,几万,几十万,是两百万的Member。 Energic,49年的历史,Globally,在全球有差不多两百万的Member。 然后,现在呢,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是唯一有这个MGuard Technology去销售的。 好,so,but after that,他们将会把这个MGuard Technology去销售在全部Energic有分行的地方,all the branches。 OK,那今天的目的呢,Ben可以帮我按一下。 那今天的目的是,我们要有五个topic,我们basically要做一个training给你们了解这个MGuard的特别性在哪里,它的科技在哪里, 还有,在market外面,是否有其他的产品,也是说仿辐色的产品。 那那种产品跟MGuard有什么的分别,我们如何可以去determine它的分别在哪里,只是靠讲的或是靠testing,我们都是believe in,靠testing。 靠讲,哦,这个doesn't work,这个work,其实这个东西是don't work的,因为customer要看到的是你们的testing,你的fact。 所以,五个点,第一个,市场上有类似概念的其他产品。 OK,那首先呢,在市场上,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的competitor。 我们说的competitor不代表它是跟MGuard一样的科技,但是它也是那个产品,生产的产品的motiv,objective都是因为要防腐射。 但是防腐射有很多不同的method,很多不同的method,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看每个product。 你们有看过这种sticker吗?那放在那个电话上面那种sticker。 你们自己本身有买过吗?没有,有人尝试过要卖给你吗? 哦,Victor,有人尝试过要卖给你吗?有是吗? OK,这种sticker,我自己本身十四岁的时候在中学也是有人开始要卖给我。 哦,这个可以防腐射啊什么什么,但是那是十四岁你跟我讲,腐射的东西我就没有那么了解,没有去买这种东西。 如果你看到有些朋友或者是online你去lazada,shopee,看到有人在卖这种这样的sticker,anti-radiation sticker, 然后我们很简单,去google,打一下在google,这种这样的sticker,smart door,或者是这种quantum sign就很多啦。 他们都做testing也是没有什么effect on那个辐射的。 最容易的方法是,你们这边在座全部都有自己的rd,或者你没有rd,可能你的团队会有rd。很简单,你拿一部电话, 连那个sticker,防腐射的sticker,然后最简单是拿那个rd量你的电话。如果还是有响的话,如果还是有响的话,就代表还是有腐射,还是有漏电。 就是说这种sticker,它可能有它的作用,但是也是防不到我们ID pickup的那个辐射,就是讲还是有辐射。 那大部分的sticker,它们的作用是在哪里?他们是可以把你们的电话的那个热度把它降低。 它是absorption of heat,把那个热度降低。 所以可能你用电话用酒,没有那么热,可能你觉得辐射比较少。 但是他们也没有错,因为为什么呢? 热,热也是一种辐射,对吗? information也是一种辐射,signal也是一种辐射。 没有辐射,你打不到电话,你收不到短信。 所以辐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protect我们身体的辐射是哪一种辐射。 我们这边讲的是partial discharge,或者是流电。 我们讲的是流电。 所以这种东西呢,他们的effect不是很多,based on我们的testing。 然后有其他product,alpha spin,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差不多讲一样的东西。 都是讲平衡啊,力量啊,和平静。 但是没有一个method去test他们的effect在哪里。 都是靠他们的brochure,他们的liflet。 那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哦。 他们是没有一个testing的。 so far在market里面,mgard是唯一一个产品可以用一个tools,这个detector。 然后later我会share给你们一个bloodtest。 bloodtest就是beforemgard你用了电话做一个bloodtest。 aftermgard照样在用那个电话的bloodtest。 我们有这个分别。 所以我们最重要要讲的是我们可以怎样去show我们的testing,还有我们的demo。 讲多是没有用的,都是用testing。 所以大部分的好像alpha spin,或者market里面,你们有看到一个叫vivo-based。 差不多他们卖的是差不多3000块,2000到3000块的那个home unit。 然后他们有小一架小价的for车啊,for你们mobile的。 那vivo-based呢跟mgard的technology是根本是很不同。 因为vivo-based它是,这个是很短的一个paragraph。 如果你读它整份的liflet,它的brochure, 它是帮助我们的身体recover from肤色的damage。 就是说肤色已经是打动了我们的body。 然后这个vivo-based它会send一个special,一个frequency, 去把你的身体repair,去调整。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哪一个比较好? prevention或者是cure? 当然是prevention,对吗? 我们要防。 mgard的technology是防肤色。 就肤色还没到我们身体,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脑。 mgard就把它删除掉。 但是其他的产品好像vivo-based,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它是做不同的东西。 它不是把那个辐射cancel掉,它是把你的身体调整。 after辐射已经是damage到我们的身体了。 所以是不同的technology,但是那个goal也是一样, 辐射,要防辐射。 所以这个是vivo-based。 还有很多啦,real guard。 如果你把这种产品这样拆开, 你都看到里面都可能一点metal, 一点的plastic。 所以其实它们是怎样可以防到辐射, 我们自己也是不清楚。 我们也是要靠它们的lift去了解。 所以它们说的也是可以发出特殊的频率, 帮助我们的细胞生产,多一点的能量。 这是frequency的频率。 使我们感到更活动。 所以它们都是这样讲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它们会显出频率。 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RD去measure, 在室内里面的那个电话或者是电脑, 还是产生着辐射。 所以double food的产品都是不会过我们RD的testing。 然后也是有Wave Rider之类之类的东西。 Wave Rider它的价格, 它卖的它销售的价格是跟MGuard差不多的。 不是一个便宜的一个technology, 但是again,又拿那个RD去test, 也是一样还是有辐射。 所以我们很简单, 如果我们遇到customer问这个什么分别啊, 那个什么分别啊, 我们最重要的是有我们的tools去measure 到底这个product有没有做到我们的testing。 again, 辐射很多种。 signal也是辐射, 热度也是辐射。 所以我们要清楚这种product在外面, 到底它们做防辐射, 到底是什么一样的辐射。 所以很简单, 这个东西其实在market, 你讲有很多competitor, 又不想很多。 有没有很多人有, 这种Wave Rider也不多啦,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一个method 去show customer, 他们是怎样去function的。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们用那个RD, 用那个tools, 去做一个demo, 可以很容易的去countermarket里面的question。 所以这个是其他的market, 大部分有差不多几个brand。 所以m guard的科技是什么? 这个就是m guard的科技。 所以你某个电话有radiation对吗? 有辐射。 那辐射呢, 它是靠一个, 它的来源, 它是靠一个pathway, 好像一条, 一个highway这样。 那highway呢, 我们要做一个example, 一个highway就是那个辐射的frequency range, highway里面有很多车, 都车,很多车, 但是m guard, 你一turn on那个m guard, 它打破3MHz至1000MHz之间的频率的途径。 然后它打破途径, 它就好像你的federal highway, 很多车, 但是它把federal highway cut成两三个portion。 那如果你的federal highway就是cut到两三个portion, 你的车就算有车, 它都过不到去另外一边对吗? 所以我们讲frequency, radiation还有energy, 是不可以被, 怎么讲, 消失掉。 它只可以被打破, 然后它去另外一个地方。 You cannot destroy energy, Energy就不可以, 噢,就没有了, 没有这样的回事。 m guard, 它是把它的途径或打破, 那途径打破, 它就没有一个途径去来到我们的脑袋, 或者我们的眼睛, 去affect到我们的blood cell。 OK? 这个就是m guard的technology, 那如果你有customer问你, OK,m guard到底是怎样? 因为辐射是一个东西, 是看不到, 眼睛是看不到的。 那你rd, 全部东西都是看不到的, 都是用讲, 还有用我们的testing, 所以我们要说给customer, technology是怎样? 这个chart就是m guard的technology, 它是打破辐射的途径。 打破辐射的途径。 所以呢, 它们是用一个响应辐射的频率, 只有相反的, 指腹是吗? 正腹。 正腹。 它是一个响应的。 OK? 所以它是, 我说英文好一点, 因为它是用一个opposing frequency, 所以我们做还原水动, 我们就讲碱性还有酸性, 对吗? 那如果你身体是酸性的, 你喝多一点, 碱性水。 那一样的, 我们在空中里面有那种辐射, 那m guard一开始, 一开电, 它就会用一个opposing的frequency, 去把那个途径打破。 就是basically是terbalic的frequency。 OK? 所以这个就是m guard的technology, 那我们怎样可以test, 还有proof, 很多customer比较technical, 他们要看到其实m guard的用处, 在一个lab里面是怎样去proof的。 那这个report呢, 如果你去www.m guard, em guard.com, 这个是总公司的website, 你会看到这个report, 它是在深圳的一个laboratory里面做的, 那这个呢, 它就会显示, 这个是30MHz到1000MHz的测量结果, frequency, 它就test可能一个电话, 或者一个电脑, 他们在那个report没有说, 他们是用电话或者电脑, 他们只是measure那个辐射的测量的结果, 他会看到, 这是the radiation, 那afterm guard is turned on, 你看到吗? 它的那个reading totally是变到, 它的energy还在, 但是它已经cut到, cut掉那个pathway, 看到吗? 它已经是not connected了, 那当你的辐射的途径是not connected, 它来不到我们, affect不到我们的脑袋, 还有我们的血管, 还有我们的眼睛, 因为它已经把它打破, 所以这个是basically how那个m guard works, in一个lab的testing, 之间还有之后, 然后你看到这个lab, 他们用的distance是3米, 但是其实m guard如果, according to公司呢, 它的coverage range是4米 by 4米, 但是这个testing他们用的是3米, 所以这个可以给到customer一个assurance, 这个听出吗? 这个ok吼? 这样那些energy需要吗? 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connected的, 它还在坑中, 它还在那边吗? 对, 这样会不会也会到我们呢?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途径, 所以for example, 这个我很难去解释, 因为for example, 它的energy, 它会再连接回来, 对, 它会再连接回来, 对, 我不懂怎样去正确的去答你, 你是把它锁到全部, 对, 本来是这样的, 锁到全部, 集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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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换掉m bar的话怎么办? 它会continue? 它会连接回去? 它会连接回去? 对, 再加上其他,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辐射就是这样去works, 但是, 据我的research, 它是一开掉, 它不会弄到它更惨, 但它会continue, 这是我的了解, 在technical下去, 我都是没有一个答案给到你, 但是, 去我的research, 它不会弄到它更serious, 因为更serious哦, 有可能, 现在这个房间也是有很多辐射, 对吗? 有这个冷气什么, 那我们做一个testing, 如果off that m guard, 如果辐射真的是太高哦, 你们可能会直接觉得头痛啊, 那种这样的东西, 但因为m guard, 它已经是给sgs certify了, that it is safe to use, every day, 所以这种report, 然后m guard的technology, 全部都是送给去sgs做testing的, 如果这个m guard, 它是可能会造成一点危险性的, 那种sgs, compliance test, fcc, 是不会endorse, 去approve这个product, 我可以是讲的是from那个certificate哦, 你讲那个energy怎样去动哦, 我到现在, 我没有这个knowledge, 就跟你share, so, 这个是m guard, ok? 好的, so,这个是那个summary, m guard的summary, ok? so,m guard的科技是打破3Mhz到1000Mhz, 那很多人, 他看到这个3Mhz, 还有1000Mhz, 我这边写下来, 所以3Mhz还有1000Mhz, 如果做一点science的东西, 1Mhz哦, 1Mhz是, 那个frequency在1秒, 1秒啊, 1秒啊, 里面有多少个我们叫做oscillation, 因为frequency就是这样来跑的, 那如果1Mhz呢, 就是1秒它有一个complete的一个cycle, 1秒, 1Mhz, 如果circlehz, 就是讲1秒里面它会有circle oscillation, 我的话语, 不要用英文, 3Mhz呢, 它其实是300万hz, 它不是1000啊, 它是300万, 所以说, 我们说是比较low frequency, 但是, 我们看它的那个Mhz, 如果我们换句hz哦, 它讲低又不是讲很低, 它讲低又不是讲很低, 在那个frequency的spectrum, 3Mhz也是consider high frequency了的, 因为你说低frequency是可能是10hz, 50hz, 但是Mhz呢, 我们已经讲这是300万hz, 就是讲, 一秒里面有300万个oscillation, 是很多的, 是很高的, 所以Mguard呢, 其实是protecting you from 3Mhz 到1000Mhz, 这个是1000万, 对吗? 1000万个hz, 所以其实讲不是低的, 是很高一下, 好, 所以这个给你们一点的knowledge在这边, 所以Mguard其实打破3Mhz到1000Mhz之间的, 频率的传播途径, OK, 所以减少砸影, 电子砸影, OK, So, Mguard, 保护我们, 免受的是什么? 那这个是FCC report, 那FCC呢, 我们一直说FCC, FCC因为, 在你去美国, 或者你去any country, 他们那种Apple电话, Samsung电话, 你卖什么电器都好, 都是要go through FCC的, 因为FCC要approve all the telecommunication devices 在美国, 那FCC呢, 在1997年August, 他们出了一个report, 他们说的是我们身体, 其实有一个range of频率, 我们身体是吸收, 比其他frequency多的很多倍, 那, 那个frequency range是几多呢? 最严格的显示处在, 30到300Mhz的频率范围内, So, 30到300Mhz的频率范围内, 这是我们身体, 吸收最多RF能量的数据,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身体, 那么多frequency不选, 只是选30到300, 是因为我们自己, 哦, before我去那个reason, 这个是FCC, 这个是WHO, 所以是不同的report, 他们publishing date也是不一样, FCC这个report是1997年, 这个是1998年, 它是一年的difference, WHO自己也是说着, 那个30到300Mhz, 所以不同的report也是想说, 我们身体也是absorb30到300Mhz最多,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器官, 都是有不同的频率, 频率的那个range, 是从55Mhz最低, all the way到90Mhz, 看到吗? 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体, 也是有自己的频率, 那我们的频率, 我们说刚才FCC说的是, 我们吸收最多的是30到300Mhz, 对吗? 然后现在300Mhz, 300Mhz, 30到300Mhz, 然后我们身体的频率, 是ranging from 55Mhz, 到最高的是90Mhz, 如果你的脑的频率, 你的frequency是90Mhz, 证明你是好像那种genius, 那种天才的, frequency比较高, 普通人呢, 好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人, 没有讲是天才的, 可能是72到80Mhz, 如果你是天才可能是90Mhz, 但是重点是在这边, 重点是55到90Mhz, 它是within这个range, 看到吗? 因为that's why那个身体, 吸收最高的是这个range,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器官, 都是这个range, 那Mguard呢, 你一开到那个Mguard, 它是保护你, from all the 肤色, from里面的电话, 冷气, between 3Mhz, 到1000Mhz, 所以它make sure这个range, 已经是, 你看到300Mhz都是顶多到这边, 对吗? 它make sureMguard protect的那个frequency range, is more than这个300Mhz, 然后也是less than这个30Mhz, 就是3Mhz, 对吗?看到吗? 所以它make sure, 最重要要protect的那个辐射的这个频率, Mguard做到, 为什么它不做above1000, 2000,3000? 对吗? 因为我们arounders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频率的辐射, 有2000,有5000,有10000, 那我们会慢慢去看, 为什么Mguard不是做above that? OK, 那这个experiment呢, 是去explain, 我们叫做resonance, 就是讲, 如果你有一样的频率, 跟你的器官是一样的频率, 它会造成一种震动, 我们身体里面的震动, 我们器官, 血球里面的震动, 那这个科学家呢, 他是用, 我华语不懂怎样讲, tuning fog, 它是一个apparatus, 那这个呢, 它是512Hz, 然后这边, 一个登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边是440, 那, Ben可以帮我开, 所以你看, 他们的frequency是不同的, 如果他们的frequency不同, 他们的frequency不同, 它是不会震动到另外一个tuning fog, 因为他们的频率是不一样, 他们的频率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啊, 一样频率的这个tuning fog, 看到吗? 他们根本是没有动到的, 但是它会震动到另外一个tuning fog, 它会震动到震动, 所以呢, 如果我们长期用我们的电话啊, 这种东西, 出来的辐射, 是跟我们身体自己器官的辐射是一样的, 会造成这个震动, 如果我们长期器官还有我们的器官被震动, 有什么的后果? 我们会谈讨在这边, OK? 如果MGuard在协调辐射, 协调辐射, 不错,我话语很久没有讲了, 还是可以的, 协调辐射, 为什么依然可以收到电话和WiFi的信号? OK? 因为我们WiFi的信号 要反为是2.4GHz到5GHz, 那为了, 我们要做, 我们Consistent哦, 我们造回这个MHz的去讲, 我们不要用Giga, 2.4GHz, 也就是2400MHz, 好, 所以都是一样, 然后到, 是5000MHz, OK? 所以这个就是2.4, 好像你们connect你们的WiFi哦, 在家里是看到2.4还有5的,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router, WiFi router的antena的frequency, 2400MHz到5000MHz, 为什么你turn on了MGuard, 你们的WiFi还是可以用到的? 因为MGuard只是cancel到1000为止, 这边stop了, 所以它不会affect到你们的WiFi, 3G还有mobile那种hotspot, 因为有些customer会问, 如果这个turn on了, 我们的电话还是不可以用啊, 因为很多customer如果他们有知识的, 他们知道如果你是防辐射, 你会affect到那个signal, 但是我们防的是到1000, 大部分的antena, mobile, 3G, 4G, 全部是above1000, 2000到5000, 但是, MGuard你on了的时候, 它可以调整你这个router里面的circuitboard, 也自己会发出辐射,对吗? 他们自己的电板, 如果他们出来的辐射是below1000MHz, mGuard可以放掉, 可能那个router是在, 可能你的自己的儿子啊, 女儿的房间里面, 那个router itself, 的那个powerboard可能会漏电, 如果它的漏电, 它的frequency是below1000MHz, mGuard可以放到, 但是它的antena signal, 不会affect到, 那如果很多人也是问, 诶, 这样Simon, 这样这个2.4到5Ghz的辐射, 不危险吗? 我说, 不是说不危险, 但是身体absorb最多是哪里? 300到300, 30到300, 有很多frequency, either太低或者太高, 我们人的皮肤可以挡到那个frequency, 我们有个experiment, 那个experiment是, 我们把这个RD放在我后面, 如果很高的frequency, 过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已经是顶着了的, 所以RD是零的, 但是如果我调那个frequency去, between 30到300, 它是通过我的身体的, 就讲怎么样? 我的皮肤是挡不到这个frequency, 明白吗? 说法? 或者是太低的frequency, 也是,好像你说50到60Hz, 你放你的手在那边, 这个detector, 它也是会放掉, 所以我们身体absorb最多的是30到300, 高的不用去担心它, 太高的也是危险, 但是那种太高, 我们讲只是那种UV, X-ray, 我们不是每天去做X-ray对吗? 太高的对身体也是不好, 所以我们讲的是medium到high, 这个range是最重要去防的, 去调整的, 30到300, and MGard, 它已经是做到1000, 它不是做到准准300, 它做到1000, overcompensate, OK? so MGard, 3到1000MHz, 那Mgard被创建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 Why did the developer create这个technology? 其实Mgard在市场里面有13年的历史, 你们知道吗? 13年的历史, 他们这个technology不是刚刚才create到的, 13年前他们已经是发现到这个technology, 去做R&D, 去create这个technology, 但是, 4个月前, Energic, 我们的公司, 打算去拿它的那个soul distribution right, 把这个Mgard呢, market去整个世界, 因为他们, 因为Mgard的创办人, 他是一班engineer, 从Panasonic, 有30年的experience, 然后, 很多人会问, 这个Mgard其实是什么科技? 是日本科技, 或者是马来西亚科技? 他是4位 ex-Panasonic的马来西亚人来的, 他们是engineer, 他们创办出来的, 但是, 他们已经combined, 有多过100年在Panasonic, 日本公司里面做engineer, 不是那种低层的, 是高层的, 他们的名字我们不方便讲出来, 所以, 你可以讲是马来西亚科技, 但是也是有一个日本的influence, influence, 为什么他们创建这个technology呢? 是因为这位医生, Dr. Magda Harvest, 加拿大的医生, 他就在, 在电磁波污染, 他就要去了解, 在电磁, 怎么读这个? 烟磨是吗? 烟雾, 对, 电子烟雾, Electro smoke, 的环境和健康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他要知道怎么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这个呢, 在英文我们可能, 华语版就没有了, 我们的心脏, 还有我们的脂肪, 还有我们的脂肪, 所以很多人, 我们讲, 哦, 辐射很危险, 但是, 自从我们做research, 还有读到很多这种报告, 我们会觉得, 这个辐射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之中更加危险, 因为很多人, 我们没有去study这种东西, 我们在学校有学到这种东西吗? 都是没有的, 你讲到那种老师都是没有教这种东西的, 除非你是很specific, 好像这种Dr. Magda Harvest去做research, 哦, 普通人呢, 好像我们这样讲, 普通人是根本不会想到去学这种东西, 那, 这个是一个图片, 这个是Dr. Magda自己, 在他的patient那边做一个experiment, 这个是很低辐射的环境之下, 他的那个红血球, Red Blood Cell, 它是free flowing的, 它是周围去跑的, 其实你喝很多cangan water, 都会造成好一点的这个blood formation, 但是呢, 你一用那个wireless phone, 我们的smartphone, 我们的samsung, 我们的whoreless, 有anyphone, 它会造成我们叫做折叠状, 他们就会把那个红血球全部stack, 那你stack到这样够力哦, 我想问你啦, 它的那个surface area, 面积是吗? 面积是吗? 是上还是下? 它是下的, 因为for example, 如果你是全部是没有去跌起来的, 你的surface area是很高的, 为什么我们要surface area? so that那个氧气, 还有那个二氧化碳, 它们会可以做exchange, 在我们的cell里面, 那如果你是全部stack到起来的, surface area就会低, surface area低呢, 这个是computer, 所以computer没有那个wireless phone那么惨, 但是也是不好, 也是会弄到折叠状, but那个phone弄到折叠状是很高的, ok? so这个是, 一个没有辐射的环境之下, 这个是电话, wireless电话, 这个是电脑, wired电脑, ok? 如果你有折叠状呢, 它会弄到你们的氧气功能比较差, 那个带氧功能比较差, 因为surface area面积比较低, 那你要面积比较大, 那你的氧气, 你的带氧功能就比较高, 哦, 所以我们尽量把这种这样的肤色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都认识这位医生, 对吗? 一位德国医生都说, 缺氧也是癌症里面一个基本的条件, 缺氧, 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呢, 有这个折叠状, 都是会令到力去缺氧的, 因为surface area比较低, ok?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 one of our team member, David, 他自己要去看, 他自己的血, 经过了辐射, 自己不要看那个Dr.Manal在加拿大, 可能他们的血比我们的血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本地的血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开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16分钟, 可以播, Thank you Ben, 16分钟, MGuard没有开, MGuard没有开, 他就看一个YouTube视频, 15-16分钟, 你看到吗? 那个折叠状, 他的血背信率是没有走的, 他全部都是跌起来, And we are taking it through this microscope. So,可以用一个Microscope, 这个Microscope, 这个Microscope, 如果你们要order, 你们开中国order是差不多800块到900块钱的, 你们自己也是可以做这个experiment, 所以这个是stage number one, 那么二呢, 他就是用回一样, 也是照用他的电话, 15-16分钟, 但是那个difference是, MGuard会是开着, 开着MGuard, 照样用他的电话, 看到那个result吗? 大分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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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两米的距离, 大概两米的距离 这个是两米的距离, 这个是…… 他那个血也是会动的, 他没有去折叠起来。 所以这就是15分钟的转动MGuard 还是有一点,但是没有好像之前的那么勾力 15分钟的YouTubing,看到吗? 其实呢,很多人问,这个MGuard有没有那么神奇? 一开了,我的那个血的折叠,这样就完全就散掉了 它是帮到我们的血液循环 我说的,它是帮到我们的血液循环 by suppressing or 散掉我们周围的辐射 不是那个MGuard弄到我,我突然间 blood circulation很高 不是,是因为我们周围的辐射环境,弄到我们的有折叠状 那如果一个technology可以把这种东西散掉 我们就回复原本,对吗? 那很简单,如果你现在你去度假,你去一个kampong 你没有电话,没有用电脑,你就relax不了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我把你的血,再抽你的血 可能你的血都是这样的原状 这是natural的,但是因为我们住在KL,我们住condo 谁是住condo的?condo? condo哦,condo我们上下都是有辐射 因为为什么?都是有neighbor的,对吗? 下面,我很简单的,那我住condo的哦 你哪里到阿迪?晚上,尤其是晚上,因为晚上全部人在家 你开这个,你放在你的地上,它会响的 因为你下面你的邻居都是开完他的冷气啊,他的风扇之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city人是没有一个clean EMR的地方 EMR是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辐射 我们住在city是没有可能有一个clean EMR 我们驾车,现在新款的车全部有LCD screen,对吗?全部都是有辐射 所以,除非你是去一个kampong,什么device都没有 可能你的血状会回去这样的原状 OK?所以这个就是MGuard做到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讲,可能你的detector跟那个,我们都是看不到的 这个看到吗?这是你自己的check 所以我也是propose,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买那个microscope,自己去做 或者你可以contact有些某些leader 已经是有这个microscope的 因为我所知道的东西是 那时人家做那个kangen water的吃饭 有几个leader都是用这个microscope before and after kangen water 所以这个microscope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你们也是可以去做 这个就是那个patent MGuard是一个patented product 这个是那个patent 所以MGuard 我读哦,通过 这个怎么读? 抵制 抑制 抑制和消除来自连接无线的网络手机和电脑的电池波辐射的负面影响 帮助改善微循环 microscope 微循环 那我们身体上面 microscope 最主要的microscope 的地方在哪里? 在我们手指上面 还有我们的眼睛 都是有这个微循环 所以MGuard已经是patented 可以帮到我们的微循环 因为我们这种地方好像眼睛 还有手指呢 是最第一个地方被辐射 因为它是微循环 硬水管 那个血管比较细 血管比较细 这个是硬弯的 这个就是那个patent 那我们 我要highlight的东西是这个 他们在patent里面 of course,patent不是乱乱来做patent的 他们都是要做过testing testing怎么呢? 他们就measure他们的microcirculation 他们的微循环 那微循环呢 他们说这边他们做test subject 我翻译一下 test subject的手指 的微循环 是6.13公分 per second 就是那个是它的speed 6.13cm per second 就是它的speed 那第二呢 它的test subject 就make contact with cellular phone 用电话 用电话 然后呢 它的微循环就跌去 2.55cm per second 你看到它的difference吗? 不会很可怕一下吗? 你可以想象到你的那个血管 就这样 然后突然间你用电话 它慢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微循环 被辐射affect到的 然后 marker 3 它就用了我们的mguard 开着那个mguard 去test 这个test subject的微循环去到哪里? 20.1 我看到这个第一次 我都觉得 它是不是那个difference放错了 怎么会去到20 我认识2或者是什么 它其实它是去到20.1 因为micro circulation很容易被辐射影响到 所以你一开 你一suppress到 删除掉辐射 它会去到20.1 the flow rate 它的那个speed 会continue去起到29.9 然后35.3 然后stabilize在26.6 它stabilize26.6 所以你看它的微循环是 差不多compact用电话 还有没有电话 是差不多10倍 看到吗? 10倍 那很多人问 那为什么 它这个test subject还没用电话 都是6.13而已 为什么可以去到26.6 这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 那个电话是否为一个辐射的source? 不是 我们身体 那个dbbox 我们的车 我们的computer 我们的电线 我们的LED light 全部都是有emmit很多辐射的 蛤?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patter 然后这个给到我一个mguard的distributor 很多confidence 很多信心 可以mute down吗? Zoom的朋友如果是不小心按到的 所以给到我们很多信心 这个product在那个patter里面已经做了testing 它可以increase那个microcirculation 摄背 compared to using 那个2.55 就是用了电话去到26.6 然后 那个就是手指的testing 那现在呢 我们去另外一个很多未循环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眼睛 OK?我们的眼睛 那Dr. Liu Dr. Liu仁杰 他是在台湾一个鸿铭optimal 他是做 他是眼科 眼科的专业 他也是做了三个测验 一 二 三 第一个测验 有10名他自己的patient 他们做 他们是眼科的patient 他就去measure Rod 他的眼睛里面的microcirculation 他的speed 20.1 Average 20.1cm per second 然后第二个 现在他们10位患者用那个观看手机30分钟 你看到吗? 他的那个血流量20.1%会跌到16.2% 是差不多20% 降低20% 第三呢 他就开了这个MGuard 去除1GHz以下的辐射 看到吗?他去到几多? 25.9% 所以其实这个MGuard已经有很多试试 很多试试去确认这个MGuard 他删除掉辐射 帮助我们的microcirculation 帮助我们的microcirculation 这个厉害吗? 包吹吗?很包吹 除非你是有很多那种朋友 有眼睛的问题的 近视或闪光 你可以分享给他这个 这个是那个眼睛 OK,back to basic MGuard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抑制是吗? 抑制3MHz 至1000MHz的电磁波辐射 OK? Now,3MHz至1000MHz 是属于无线电频率的提名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你看到 very low frequency 是between 3kg Kilo是千 3000Hz到3万Hz 或者是30kHz 这个叫做very low frequency 34kHz到300kHz是low frequency 300kHz到300kHz是medium frequency 那我们MGuard其实已经是帮我们抵抗到 high frequency到ultra high frequency的辐射 都是 consider在high frequency到ultra high frequency 所以其实我们身边的电话 电脑都是 emits着很多high frequency 所以这个清楚吗? 这个说法 OK啊,zoom的朋友也是OK 如果我们家里的电视 还是能做天线的话 那你开这个的话 不知乎到了吗? 因为我们也是用UHF 对 我们要去看那个电视 那个电视 他们那个UHF的range是几多 如果UHF 他们是above 一个GHz就没有问题 如果它是below呢 可能会affect到 但是这个我们要做test 我们要做test 旧的电视 对 旧的电视 那种用那个receiver的对吗? 但是大多数的receiver 从我的research里面是比较高的 就比较高的 我们去查一下 那个frequency是几多 我觉得那个developer 出到这个level 是因为他觉得 它是应该不会affect到 大部分的signal的 1000kHz OK 所以我们3-1000kHz是属于哪一个range 这个是non-ionizing 非离子是吗? 然后这个是离子辐射 那离子辐射是好像我们说的 Ultraviolet X-ray Gamma Ray 这种东西 你看很多人讲做X-ray都不好对吗? 因为那个machine 它的辐射是很高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天天会expose去这个离子的辐射 我们大部分expose的是非离子辐射 然后3-1000kHz 也是still belong to 那个非离子辐射 OK 然后MGuard呢 只是帮到我们这个level 所以除以非离子辐射 所以有常见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RD测量的是什么? 刚才你记得吗 我说那个词 有两个词 RD测量的是什么? 是我们电话出来的流电 那是最容易给人家明白的 流电 那如果你的 好像你的电是旧了 流电高还是低? 越高 因为他们的kabel已经是旧了 那你kabel旧了 很多电会流出来 有时候你有看到 好像你用那种旧的电器 你可能要开久一点 你可能要用很多电 你觉得 为什么我的冰厨 为什么吃那么多电? 因为可能里面的kabel已经是旧了 旧了又很多电流出来 就是辐射 我们RD测量的就是这种流电的辐射 对我们身体不好 流 这个流 流 对 你们那种contractor他们讲 Loudin 他们可以 measure到 他们会明白什么是流电 OK 所以呢 我们要明白 这个我用你们好一点 我会惨惨一点 那个RD测量的是 从3-1000MHz这个range里面 它辐射的power density是几多 就它的力量 它的microwatts 因为这个measurement是 microwatts per cm square 就是说 现在MGOT是off OK 我关一下 现在 现在如果我用这个RD 这个RD呢 你一开 你会看到screen是有一个LCD 好像我们的ORP meter这样 对吗 它就会measure到一点辐射 然后看到 我一去到这个projector 你看到的number是几多 隔壁开着 无所谓 我来这边一点 我去远一点 因为隔壁开着的MGOT会affect到这边 所以我去远一点 这个电话 你看到这几多reading吗 1000 1500 你看到Eat呢 这个是旧款的RD 你看到Eat呢 就是它的那个microwatts 它的power已经是超于2000microwatts 就是 就是 Oops 我去远一点 Somebody on MGOT 哎呦 刚才早上也是有这样 无所谓 无所谓 OK 可以了 OK 所以它是超越的 OK Above to down 所以这个就是microwatts microwatts呢 谢谢Ben microwatts呢 就是它那个RD 是measure 是一个frequency RD是measure 这一个frequency 里面的frequency 它的那个microwatts 就是它的power density 究竟是几高 For example 刚才我弄一个例子 因为有 今天早上的课 有几位distributors 他们confused Let's say这个是电话A 这个是电话B 打个比如 两部电话也是有出一个 Let's say中间 500MHz的辐射 For example 两个都有出 但是我们有这个RD 这个电话A 可能是收到1500microwat 的power 但是这个电话呢 可能它是收2600 或者是3000 意思是什么 frequency rate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的辐射的power 比较高 可能这个电话比较旧 你看到那个分别吗 所以我们不要去confuse microwatts 还有它的frequency range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一个是频率 一个是它的那个 microwatts怎么说 microwatts 它的 力度 密度 能量的密度 一个是频率 一个是密度 能量的密度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correct how concentrate the power density that's why 那个字是power density correct so 谢谢 so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RD 为什么公司选择这个RD 是因为它只是 measure到 1000MHz 的频率 那如果我们出去 在Shopee Lazada 买另外一个RD 这个RD呢 你看它的specification 它会写的 normally最低的 都是measure up to 3000 我看到的 so far 3000 8000 10000 2万也是有 那如果我们买那种RD呢 我们开 我们开那个MGuard 它也是在滴滴滴滴 因为它在pick up这其他range的 那个microwat 它的power intensity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可以乱乱去外面 用其他的detector 它会show到 outside of这个1000频率的frequency radio frequency energy 就是它的辐射 That's why公司选择了用这个RD 我相信 when这个MGuard在 我们的那个volume再高 在market会有很多人 做这种这样的detector 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但是因为 beforeEnergic 做这个MGuard生意 没有人买这种东西的 没有人买这种东西的 现在他们都是 诶 怎么看 这样多人买这种这样的detector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是个process 越多人卖MGuard 就越多人会做这种这样的detector 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做的 马来西亚这边找不到的 都是中国人做 OK 所以这个是RD 车辆的 这是我怀疑是吗 我们看这个视频 还有华语的 车辆的 这个电ector 是其实拥有300 power density reading from the socket itself OK Now when我转上 theRD9100 as you can see obviously I'm trying to go around the light bulb just go all the way in as you can see and RD shows the reading 0 OK means RD is not picking up any radiation reading as compared to this detector alright now what I'm going to do next is I'm going to switch this light bulb into the LED light bulb and this is energy saving and this is supposed to radiate more radiation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filament light bulb let me show you what I mean so usually the LED light bulb is a bit more glaring and as I turn this on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bright now this detector it's also picking up reading from the light bulb OK as you can se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as for RD ear on during the filament light bulb test there is no reading but as for this one RD is actually picking up reading of about 1 OK that represents 2000 microwatts OK so it's overloading testing OK吗 我刚才mute到 OK吗 有啊 OK 这个清楚吗 这个讲解 这就是我们RD 911和9300的功能 OK 这个是另一个video 是吗 Different videos OK 这个second video 是为什么 我们是 建议使用这个RD whether是那个旧的9100 或者是9300 而不是是厂上其他的 那种detector 所以这个video他会讲解的 Thank you Ben OK So in this section of the video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differentiation from different different detector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and why some of this detector you should avoid it while you're using it to do the AMGAD demo Now cheaper detectors like this it says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detector but when you hook this emitter on you can't even detect the radiation from a phone screen so this doesn't work because this detector is only used to measure very low frequency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socket OK Now another type of detector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electromagnetic field test so now this detector we found out that this detector is only good at reading the signal coming in from the 4G or the wifi let me show you what i mean let me activate the meter here and i want to put this meter below the iphone OK now as soon as i call up a program from the iphone for example i'm going to turn on the youtube channel there you go so now the detector is actually responding to the data received from the youtube itself now as soon as i turn this phone into the airplane mode so i'm going to terminate the wifi and also the mobile data OK so immediately when i turn it to the airplane mode as you can see you no longer receive any response from this detector OK now however as soon as i off switch off the airplane mode and the data is back the detector began to respond again to the signal from the phone now why i strongly recommended rd9100 because now even if i turn the phone into the airplane mode means there is no data there is no wifi the audi has ability to pick up the radiation from the phone itself and now it's averaging at about 1400 microwatts to about 1500 microwatts OK so in other words rd9100 is not picking up any signal instate rd9100 is actually picking up the power density radiation coming from the battery OK operated in the phone itself now let me show you another detector in the market this detector is what we bought from the usa and it's called the cell sensor and supposedly this detector is able to pick up radiation from the cell phone OK but now as soon as i hook up this meter as you can see OK let me just put the meter on the table now the phone is on airplane mode as you can see it's also picking up reading from the screen itself OK now but the thing is we found that this detector is actually picking up and responding or reacting towards the metal part of the phone now i'm going to turn off the phone OK let me switch off the phone now and let me show you what i mean now as soon as the phone is switched off if i use the regular audi once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s completely shut down the audi will get zero reading because there is no more radiation source coming from this phone OK because it's properly shut off and there is no power in the circuit itself so everything goes back to zero OK there you go alright now but for this detector itself although the phone has already been shut off you can still pick up reading from the phone itself now the reason being is because detectors like this they're actually picking up and sensing the metal parts from the handphone for example now in this handphone cover there is one metal piece over here as long as i put this into the metal the detector is reacting against the metal but not the radiation OK alright that's now HBO to the metal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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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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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再讲多一次 刚才那个single socket很明白哦 single socket不要用single socket 不要用multiple socket 用那个single socket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adapter ok so adapter just make sure你们拿你们买的是5V2-6A that's it ok in online全部都是有的卖 ok ok this很重要 ok again 我们很多外面的插头就算他们是5V2-6A但是可能它是multiple output的就是可以冲几个电话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用都是一个USB的出口 ok 一个USB的 对 放不到咯 我们不不suggest 因为我们都是要跟回MGuard的那个manufacture的spec 所以如果车 你用那个adapter 那个adapter都是要跟回这个specification 然后try not to 放充电话 又充什么 有些车后面也是有那个secret butt 这个可以放后面 不要放前面 前面可能你要从电话 这种东西 MGuard可以放后面 This is what I do 我自己的车 所以不要去mix它 然后MGuard的那个USB-C的cable 那外面的很多现在新款的电话都是用于USB-C 对吗 但是呢 MGuard 我们不suggest你们用其他的Type-C的cable 因为MGuard的cable来的是比market上面的长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design的东西 它是比market外面其他普通的Type-C比较长 那如果你用其他Type-C比较短的 可能它的那个电源不完整 它connect不到 那你会觉得 诶 干嘛我connect了那个USB-C 但是那个灯都是关着的 因为它的电源没有connect到 所以我们用回厂家还有Energy卖给我们的那个USB-C 这个很简单 用回我们自己MGuard的USB-C 这个我们叫做static 镜子的反射会影响到MGuard的那个coverage 所以那个MGuard就尽量不要放靠近镜子或者玻璃 或者有很多这种金啊铁的地方 aluminium那种地方 所以铁也是会影响到MGuard的那个harmonic frequency 因为现在MGuard现在开着对吗 我现在关着 我再开 OK 现在一开了MGuard就在sends out这个harmonic frequency 去删除掉辐射 所以这个harmonic frequency它会静子或者是铁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叫做static environment OK 所以最好是不要放靠近铁静子 放在一个好像一个桌子啊 或者是你们的厨啊的上面上是最好的 OK 所以这比较简单 所以这些好像for example 谁的家是这样的 有吗 有些人好像做studio的 做不懂trading的那种做经济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很危险 很多肤色 我要去cover它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那个MGuard 放在这种这样的地方里面 它的正中间 因为呢 as long asMGuard可以cover这个area 因为MGuard是4米 4米对吗 8米的coverage 所以你不一定要放在那个地方里面的中间 你as long and不要放在这种很多socket Wire的地方 它会static 它会affect到MGuard so let's say 这个static的environment这边 那你放MGuard在这里 as long它是within4米 它都会cover的 so这个是我们那个MGuard的位置 怎么去把它的位置 ok so不要放在很高 静电是吗 高静电环境 ok 那不要这样MGuard直接安装在地板上面 因为为什么 这个especially for condo 因为地板上面 你的地板是你的neighbor的 天花板 它们可能有很多cable 也是static ok so best is 放在MGuard的盒子上面 那可能你会觉得 哎呀 我这样放我危险 然后小孩子一碰它会跌对吗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放 但是爬着也是可以的 我问了厂家 这样和这样是没有分别的 这样也是可以 ok so这个比较安全一点 but我觉得放纸比较美一点 ok 就比较美一点 ok but放在盒子 so that它不会被地下的aesthetic 或者是for example 你看这种这样的桌子 就算它是木 但是下面都是有铁的 它也是可能会affect到 所以我们放在盒子上面是最安全的 ok 是最安全的 ok 那如果你的顾客呢 购买超过一台MGuard 你们怎样去做testing 因为可能他 他住的Semi-D 或者是Bungalow 他们要买那些三至五台的MGuard 你们怎样去做testing 最重要的testing呢 你们做那个testing的时候 啊 那个MGuard不可以全部一直开着 然后去做testing 因为如果你MGuard是开着 那些你有两台MGuard开着 它会 那个范围它的harmonics它会交叉 交叉点会 cause something called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话语怎么说 我都不清楚 干扰 对干扰 它会产生干扰 ok 交流点 交流点是吗 在交流点产生到干扰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test呢 要一步一步MGuard去test 不要开到完 然后拿RD 因为拿RD 可能你在那个interference之间呢 它会一直想 因为这边有interference 因为两部MGuard这边cover到 所以你一定要关掉一台 test了一台先 然后开那另外一台 看它的distance到哪里 清楚吗这个 所以也是不要放两台MGuard太过靠近自己 make sure它的范围是没有交叉的 好 那个是最重要 ok 这个清楚吗 这个清楚啊 ok 慢慢起来 那使用RD 91 或者是93 正确方法 这个 这个我会用 这个是华语的是吗 这个是华语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David师傅 他是做一个testing 有时我们做RD 可能 为什么MGuard在那边 这边也是在想的 它有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static static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video里面 他们会解释 ok 现在我要跟你们解释 一个典型的 静电的这个问题 所以每次你看到你做demo的时候 MGuard是reling 四个meter 你看它的那个距离 可是detector想 你们不要太多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脚 现在看着的这个地方 是有静电的 所以我们认识导电体 我们会安装静电 然后导致到detector它想 可是你看 我做一个小小举动 我现在呢 我把我的脚移位 ok 同一个地方 我的电话跟detector 再同一个地方 我只是稍微的adjust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 你注意看 看到吗 当这个地方没有静电的时候呢 它就 没有事行 可是我回去有静电的地方呢 你注意看 看到吗 这个地方有静电了 go 我移一下 去一个没有静电的地方 你就注意看 detector它就没有响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解释 要跟你说 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做了MGuard 它是比零四个meter 它会响的 那其实是有功能 是有可能地板上面有静电 它会导致到detector 它一下子 会读到那个静电的reading ok 好 ok 其实这个地方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alright 所以它有这个静电 所以有静电呢 那detector会想 那detector会想呢 你不要去panic 其实是因为静电 那你去customer的家呢 尤其是condo 因为condo 上面下面 全部都是有很多静电的这个环境 所以如果 let's say你觉得 干嘛MGuard到这边 会响的 你就移一点 移去没有静电的地方 右边回去零 是因为静电 不代表MGuard没有cover那个地方 是因为静电 affect到那个detector 因为我们要很清楚 这个detector 是3rd party的一个tool来的 这个不是Energic自己去做的 这是一个3rd party tool 所以他们的reading 他们的board是怎样跑的 是supplier才知道 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rd as a tool ok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一个静电的一个bulb static bulb 这个是华语的是吗 华语 ok ok 在这个段的示范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静电是将影响我们这个辐射的探测器 所以首先呢 我先拿这个辐射探测器来测量这个电话 你是看到它是有辐射的 ok 可是当我把MGuard启动的时候 你看有白色的灯 启动呢 所以辐射源已经被消除了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大概走远一些 要给你知道说 其实MGuard呢 是可以覆盖到那个范围 ok 它是离开那个MGuard 大概有两三米左右 现在呢 我就要启动这个所谓的静电球 静电球 ok 我要在这个MGuard的范围呢 启动这个静电球 所以当这个静电球被启动呢 你注意看呢 虽然呢 这个电话呢 是在MGuard的覆盖范围里面 可是当我的RD900呢 靠近这个静电球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 有反应 就是说它会嗶 ok 因为这个静电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9100 可是当我走 离开那个静电球远一点呢 你注意看 我们的RD呢 其实是已经 没有响出什么声音 所以呢 这个示范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静电呢 是会影响到我们的RD9100 所以它呢 有时候会 因为这个静电的原因呢 而产生这个反应 ok 现在呢 那我把静电球关张 所以当它静电球 没有 没有启动的时候呢 你注意看 我们电话的辐射呢 基本上是 被覆盖了 ok 所以有时候 当你们在做示范的时候呢 当你们在顾客家 虽然MGuard已经被启动 可是DETECTOR有响呢 不要担心 因为是静电的原因 ok吗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是给你们了解一下 因为 如果你是进 一个normal的一个家 是有很多 环境是会有静电的 所以那个DETECTOR会有 有那个反应 是normal的 而是正常的 ok 然后这个呢 我们是 我觉得MGuard 因为是一个马来西亚的 一个 invention 一个创造 MGuard也是很 很荣幸在 马来西亚 Export Exhibition Center 在MATRED 在KL 以及在那边有做一个 Exhibition Alright so Ben可以开这个video 如果你们要去哦 这个video是可以交到你 但 就是他们牌啊 就按了DNOVATING 我打算DNOVATING DNOVATING 可以 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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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mployer 好不 好不 我可以给AMGuard一个掌声鼓励吗? 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invention 可以去到现在跟Energic去到一个国际的一个level 还有放在这个Marchate的building里面 我觉得我们做Multation都是很荣幸一下 对吗?我觉得骄傲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你们要去visit等他们装修好了之后 他们几次装修了? 我不懂 OK 这个可能等多几个月 去那边看 应该会在这边展览 OK 然后这个就是AMGuard的certification 还有它的awards 因为我们早上说的是 AMGuard其实在market上面不是一个新的产品 它有很多different generation这个technology 第一个是2010年 他们已经是赢到了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mputer Radiation Reducer 第一款的AMGuard The first generation的AMGuard 它是把那个电脑的辐射给它降低 所以它coverage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是第一个generation 它也是赢到这个awards ITEC Ben can you help me? 然后2010年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在加拿大的 他们也是赢到一个awards for reduce electromagnetic fuses from electrical appliances OK 这个是AMGuard的awards 然后IIIC2017年呢 这个就是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vention Competition 所以这个是一个competition 也是一个比赛 2017年 那AMGuard呢 从很多device做一个competition AMGuard赢许了 因为他们得到一个remote distance able to speed up那个微血管 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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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d circulation OK Blood flow micro circulation 未循环 2017年 然后USM 大家都清楚USM对吗 University Science Malaysia 他们这个是 他们用了这个AMGuard 在那个白老鼠 他们 test白老鼠的那个 胃循环 也是improve到他们 白老鼠的胃循环 OK 所以这个USM 2020年 三年前也是做到这个 experiment 所以我们讲AMGuard 之前公司还没有upload 这种资料 这种certificate去网站 现在你去AMGuard的网站 www.amguard.com 你会看到 这种全部东西 已经upload了的 因为那时 公司还没有ready去upload 现在你会看到这种东西 然后 No.5 台湾 Yes 这个有吗 我之前没有 下面的有 OK 这个我们是training里面 讲的 你们就去那个网站 看哪一个公司decide to list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 台湾2020 ophthalmology and medical center 那个眼睛的胃循环 什么 是不是胃循环是什么 眼球 micro circulation of blood flow 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 SGS product safety certificate FCC 还有CE 这个是美国的 这个是Europe的 OK 也是有得到 然后那个 my IPO paten on the MGard OK 所以全部东西 这种全部东西 也是会在那个网站上面 所以这个是 我们说 改变你的环境 改变你的生活 因为今天 我觉得这个Mgard的 这个timing是很正确的 因为 today全部人有两部电话 然后又有 computer 然后又那个车 又换成这个电子车 对吗 Tesla BYD 你觉得电子车跟 普通的汽油车 哪个幅度比较高 电子车 其实我们有一个 伙伴 他们就用这个RD 你们听过那个brand叫BYD吗 中国的电子车 他就拿个RD 根本就还没有进那个车 在车的外面 差不多是三车到四车 的distance 那个RD已经在响了 Electric Vehicle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自己本身没有要去买 这个Electric Vehicle 我都是打回我的 Petro还有Dex 无所谓 所以我也是看到 也是吓到一点 你们有读到 中国的报章吗 那种是开德士的 Texi的 他们都是开这个EV 他们都不要在家 因为为什么 那个手指的皮肤 也是开始烂 然后有些是脱头发 看到吗 肤色 所以你觉得 中国我们可以卖这个Mgard 也是可以啊 很大的市场 很大的市场 OK ANYTHING ELSE 没有啊 没有 OK 现在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any question 你们要我们回答的 我们有我们的team在这边 我们可以帮你们回答 然后我们Zoom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question 可以放在那个Zoom的chatbox里面 我们会帮你们去了解一下 any question 说法 有什么问题吗 first of all 这个training 我的华语 click like的这样OK吗 OK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华语的training OK 所以你们有什么question 我们可以写下来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的去 answer Zoom有吗 你有啊 so far yes 就好像现在是 ID9100 对 如果像新的Model9300的话 就会 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如果比较敏感的问题 OK 那个RD9100 因为那个新的Model9300哦 它的那个Sensitivity 是可以开 哦那个啊 给它看一下 看看买的吗 买的 这个就是那个Model9300 你们不要看到那个盒子哦 盒子好像一样哦 但是它们是不同的厂家的 它是不同的厂家的 因为它们要maintain那个consistency 所以是copy了那个box 因为你在中国 你去订这种这样的东西 它们是没有box的 它们都是这个机器这样给你 所以它们是不同的厂家 那Going back to你的question 它的RD9300 它可以measure up to 这个RD91 对 所以RD那个旧款的 就是到1999 microwatt per cm2 那RD93呢 它就会measure到3999 cm2 OK Difference 这个的它的Sensitivity 那个敏感 当然是比这个高 所以呢 其实是有好有坏 好的是 有些地方可能你用RD9100 你是零的 没有辐射的 但是你用RD93呢 是有的 因为它的那个RD的这个Copper Coil 这个 它的这个Copper Coil 它是比较 它的Copper Coil 是比Ju的高 因为它高 它就可以measure到993999 为什么这个 超过1999就变成1 对吗 那个LCD Screen 这个是要过3999 它才会说一个1 所以它的Sensitivity就比较高 Sensitivity比较高 好处是 你RD9100 measure不到的 这个measure到 OK 坏处是呢 可能有时 它太过Sensitivity 所以它measure到 咦 这么9100是Zero的 那么这个也是有 响的 这个是它的 一点点的这个 Obstacle 它的坏处 太过Sensitivity MGuy 对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 本身自己的 team member 也是有feedback给我 因为全部都是买 那个新的RD 我自己本身也是买 那个新的9300 它会 干嘛 before maybe around maybeRD哦 可能是5米6米 也是零的 走三步了 有些是走三步 它就会想 这是一个Sensitivity Issue 我们其实是feedback了 给Energic Energic 会feedback 给那个supplier 它也是有 one dot or two dot 也是有 one dot or two dot 那个one dot 不可以 因为one dot 它们是measure 50 to 60Hz to 60Hz而已 这个one dot 它是basically for那种做contractor 它们要test 那个socket 有没有电 差不多 去每一个 去放 那个iPhone charger 去test 它是用这个detector 去test 有就有 这个是那个one dot 50 to 60Hz 做出来的 也不是Energic 做出来的 它们都是跟厂家订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多给feedback 然后等公司的announcement 嗯 等公司的announcement 嗯 我觉得我也是有那个RD9300 但是如果没有在静电的环境之下 它是cover到4米或者5米的 但是可能如果静电一强 它就会想 嗯 它就会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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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pick up 它的sensitivity pick up到 pick up到很多其他的 因为它的static environment 一有哦 它会影响到那个harmonics 影响到那个detector 它pick up 那个是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feedback static的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sensitivity 比旧的强 所以一有static哦 它就basically就又measure到 旧的measure不到 that's why有些地方有static哦 你拿那个9100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有的 2,000 3,000 这就是我们face到的东西 所以我也是明白你的question 所以我们只是等公司的feedback哦 等公司的feedback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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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变加的 ok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我就这样靠近brun sensitivity 因为它的mike在这里 ok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我可以加的是 其实每一台mguard呢 当它在生产的时候 它经过的QC呢 每一台mguard at least 他们test的那个range 都是8米的半径 你注意到我们的product呢 我们claim是 我们可以cover到4米半径 但其实他们的QC呢 是at least 8米的半径 而且是100% saccess rate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顾客家呢 好像 刚才他们讲是 有些静电比较强的地方呢 他会响的 就是因为那个静电 其实是影响了我们这个仪器 这个dart party的仪器 而不是mguard的操作 因为mguard呢 每一台before它出的时候 它的QC是at least 8米的半径 所以其实是远过 他们所claim的4米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customer说 不要担心 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 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可以联系 我们有办法呢 是可以给你看到 4米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科学的道具 不过那个道具呢 其实是可以看到 其实4米呢 是一个guaranteed的distance 所以呢 instead of没有detector 你们担心呢 其实现在可以做的是 你们按照 按照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用那个 你懂那个做衣服的车吗 你们大概大概量4米 那个是一个guaranteed的distance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每一台都是经过100%QC的 所以这个是因为那个tools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rd 第三方的这个仪器 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 weakness 弱点 对对对对 然后 先天性的弱点 但是公司都不过来 哈哈哈哈 是是是 买了怎么办 等公司的reply了 对对对 这个仪器也没有跟厂家 跟厂家要跟厂家 有可能我就可以先给你们一些答复 其实我已经是跟公司有讨论过 因为这个仪器呢 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做这个销售 所以呢 我们是 一下子听到有这样的feedback呢 我们也是 因为我们交费者第一 我们相信 distributor肯定是 更加0.5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是 打前锋的 我们也是理解 OK 所以呢 我做了一个 就是比较快的决定 是我跟公司说 已经买了呢 不用请你们 keep出现 keep出现 厂家当他纠正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每一台都可以一对一做兑换 就说你们可以换新机 所以你们现在买了 你们不用紧张的 你们可以收住 可以做一下demo 没有问题 但当那个厂家 就是supplier呢 他们replace 就是那个spec是对的时候呢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个 就是one to one action 就是一对一做兑换 9300 9300 对 因为9300他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9300 因为他们order的时候 那个spec呢 他们移错了 之前的spec是到1999微瓦 可是这个新的spec是3999 你看起来好像是很高 因为这样子他的敏感度也 不小心也是调高 这样子 所以导致到呢 变成我们的这个spec呢 是符合不到 就是符合不到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在你们做demo上 你看你放powerbank 放powerbank呢 original来讲呢 它的那个距离也是被缩短的 可是因为现在再加上 这个先进性的这个 sensitivity 就是说敏感度 有可能你三五步 或者是两个meter呢 你看到 做完的开始有叫 这样子 对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呢 你们不要紧张 因为厂方会100%的就是负责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Energy已经是在做这个notice了 放心 OK Thank you David OK吗 所以用这些咯 我也是用这些 我也是买了我的93 就用这些 没有选择的 就用这些 还有什么问题吗 Yes 如果用powerbank的东西要吗 那个powerbank哦 因为他有时你要看那个powerbank的output 你也是要看那个powerbank的output powerbank的output 大概是40% 我们用那个distance的角度来量的 它的那个缩长距离大概有3到40% 比如说原本 比如说它可以去固定我们在空旷的地方 比如说你量的时候HK6米 对你的话 可能用powerbank的话 可能它3米半 或者是4米左右 然后我们也是要跟回那个mguard的specification 就是5V2到6A even你的powerbank 你看你哪里的powerbank圈 你有powerbank吗 没有啊 它后面有写的 它后面有写的 so make sure是这个 但是even有这个 可能它的那个coverage 会比你的stable的那个current比较低 因为powerbank可能你看哦 你开你的电话哦 你没有去理它 它那个电会会停的对吗 有些powerbank 它的电源会停的 so你的mguard导致是 又卡又关 又卡又关 so but如果是没有 如果是可能你们出去外面 可能要做demo 给人家看 都是没有电源嘛 你没有socket的嘛 你都是用powerbank but just for demo的这个 purpose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用powerbank 去做demo 有没有可能去那个 那边去找socket 但是powerbank 如果那个powerbank 就弄了几次 这个真的是depend on 你的powerbank的quality 嗯 所以这个depend你的powerbank的quality 然后make sure你的powerbank出来的voltage 不要比5V高 因为如果lesser 它是13V的 它可能会把那个mguard 里面的那个板 他们的电板 少伤害到 嗯 所以你最重要要看 adapter 还有powerbank output的specification 你的powerbank 一反去后面 你就会看到了 ok ok 你看到吗 它是闪烁的 As long as厂家说的 As long as那个灯是有亮的 就是有current进去 那那个灯哦 跟那个mguard的function 它是不是connected的 那个灯只是显示有电源进去 有current 如果可能它没有灯 可能你后面那个usbc没有进 没有插不进 或者是插不稳 所以这个灯呢 有 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客户 诶 detector 那个mguard的function有 但是它的灯泡烧掉 可能它用了那个13V 或者其他的adapter but 我们做那个testingrd 那个function 那个功能还在 只是它那个bulb烧掉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 那个bulb 那个tend LED bulb 跟那个function 不是connected的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 Let's say 你有点customer 用错的adapter 把那个灯泡烧掉 但是function 很大可能性 In fact 现在是about 100% 100% 那种灯烧的 那个功能 mguard的功能 还是有的 100% It's just the bulb 可能是因为这个 most likely 是这个 因为有些他们擦那个 车的adapter 车的adapter 这个有些是去到13V的 碰 炒掉 就这样 来一个 5 years or more 5年 5年以上 yes 这开始我们讲 他们觉得 他在那边 我们会去做 他 我们不知道 他很难去把 他的能力 效果 明白 这个有什么方法 我们知道 可是把 安心使用 所以呢 for now 现在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用那个RD 就是用RD去measure 对 老实说 我有很多customer 不要做生意的 也要求买那个RD 因为他们也是要去测量自己 家里面哪里有高辐射低辐射 所以你问有什么tools 去measure 那个 mguard 是有function的呢 现在为止 只是可以用这个RD 或者 你们可以把 可能 let's say after 几个月 customer要make sure it's still working 这样我们做distributor 去他们的家 去做一个measurement 嗯 都是要做measurement 好像cangen water 都是需要用到那个ph tester 或者ORP meter去量的 都是要用这种tools for这个mguard 跟cangen water 很不同 ph tester不可以 都是要用那个RD 嗯 你买到你买错的spec 你就measure不到准了 嗯 看起来又不可以 对啊 如果是Google 你讲我要是我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 其实旧款的是 因为那个 朝前那个是不肯定的 哦 那个LC i see i see i see according to 厂家呢 as long as 你的灯 你的灯 有亮 就是有current 有current 因为他们的QC process 他们是make sure it's 100% functional的 他们才会出去 嗯 嗯 correct 就是灯没亮 如果灯有亮 function一定会在 as long unless 是灯烧了 可能customer担心 没有灯哦 是不是没有 没有function 这样我们要拿回来 嗯 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建议 西街坊呢 因为呢 是的 rp的出现了 是个多样的 可以 imagine 他们以来的 就是 这些阶段呢 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 几月的 这个动态也没有function 都能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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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你 可以 把 你 把 你 所以 这些阶段是 短暂的一个问题 是强行来说的 但那个supply 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物 被每个人都会自己 在买到的 是 刚才 像我们说的 我们促虫的车的 比较高 的 那个 好 对 这其实的是 你要买 对的adapter 我说的这个13V是那种 normally 你就普通去那种 外面market买的都是13V 或者是低 或者是高 不清楚 看那个brand 下次你要去买的 你make sure 那个adapter是5V make sure 你买的是5V 然后 Ninja 全部都是有的 我认识 我认识 5V的 他的service 你的车 那个 你要看你的车 你要看你的车 你可以google的 你可以google的 Let's say你放那边 Let's say Toyota Harrier Toyota Harrier USB Port Output 应该会出来的 应该会出来的 但是哦 如果你是车的那种USB 他的电是很低的 很低的USB 我也是试过 因为有时候你很简单的 你放USB进去 你charge你的电话 charge不到的 charge不到的 都是可能拿来connect music 那你放那个 抽烟的 cigarette 你放adapter 它charge到很快的 so normally 这个是我的experience 它是很低的 so normally 你要买个adapter 然后 从在那个 cigarette butt then 你就是买一个 对的adapter 就ok了 就像我们讲了哦 如果你前面你要charge 你要charge你的电话 你放后面 很多车后面也是有一个的 就 你的建议也是 里面用power bank 用power bank也是ok 它范围缩小 是在一个车里面放 是够的 对 就不行 对 就make sure你不要放那个mguide 还有power bank留在车咯 等一下 bom 那个你不要回来找我们 哈哈哈 对 那个power bank有包 全部都包了 没有你管 整个tank没有了 没想到 没想到你做cang 你可以买新车 没想到 还有什么问题 anyone question zoom有吗 嗯 keep blinking keep blinking keep blinking 不懂你们有没有experience 到这个mguide有时 你放在那个mguide一个地方 以前mguide卡还是关 啊 可能那个灯会 嘟嘟嘟嘟嘟 它是一直bling 一直bling一直在闪 那个意思是说 那个地方的静电很高 所以你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就会not 它就会回去那个呼吸的灯 如果它一直 这个点我们刚才没有讲到 他叫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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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静电很高 静电很高 静电很高 你就移去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是放在一个盒子上面 normally啦 是不会影响到 normally静电是因为你的那个地上 你的地下 它的static很高 对 所以你是放在盒子上面 或者是这个木 木桌子的上面 或whatever 它是ok的 就avoid放在静电高的地方 so看到hardy似产呢 你就移 zoom的朋友ok啊 你就移 that's it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ok so谢谢你们 今天来的这个training 我 我希望你们学到 学到东西 然后去克服那个market里面的question onmguard 然后RD的东西 我们只是可以用这些 然后刚才David已经是给了一个assurance 厂家 他们会one to one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Motor Motor 所以我们做这些 我们也要明白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所以新的东西依然都是有一种一种这样的调整 所以我们可能要去体谅一下厂家那边 我自己本身也是distributor distributor自己也是会受到这种这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去体谅一下 it's a new technology new product 所以我们体谅一下公司 给公司一点时间 我们自己in the meantime 讲真的 讲真的 你cover到一两米 可以收到他的电话 他在用这些电话 可能很多人放那个Mguard 就是抬他的床的旁边 也是very good 对吗 but of course 刚才 according to David 是confirm 4m and above 只是因为那个Signal ID他会想 ok so 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的training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们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呢 如果你们还没有joinMguard的这个Telegram Telegram group 请你们scan那个QR Code 因为这个Telegram是我们发好像有training 有zoom 有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Mguard里面的PowerPoint Certification Anything regarding to Mguard 都会是在那个Telegram group ok so你们一定要join这个Telegram group 还有你们的下线 你们的团队也是要 叫他们去join这个Telegram group 现在我觉得这个group 有差不多 almost 600 600个subscriber 但是我觉得我们Energic 有超过600个distributor 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人 没有join这个group 所以zoom的人呢 请你们去join这个Mguard group 然后今天就到此为止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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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